我们测试一下它的动画效果 我们看一下吧 它有哪些动画效果 这个就是点击的时候 它的动画 比方说它打开 或这样的一些时候 animation相关的一些动画 如果你要来指定它 比方说我要指定一下 它点击的时候这个动画 你看它在有个介绍 就是相当于我点 就是打开和关闭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动画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可能自己 我还没学会 怎么去自定义动画 对不对 那么我怎么弄呢 我有办法 我用系统的嘛 在这个下面 我们看有哪些动画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渐进嘛 这个就是渐出嘛 这个是什么圆圈的这个效果 一圈一圈的 slide 从left到right 我们随便用一个 但我不敢保证出来的效果 可能效果很 很 很坑V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没什么特殊 我们用的渐进渐出是吧 这个bug很恶心 每次一回车 它就 把后面都给覆盖了 没有什么效果 没有什么效果 我们看一下它原代码 可能它这个属性的话 只是点上它的一个效果 这属性在这没有起到太大的一个作用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除了这个效果之外呢 我们还要了解它的一些事件 我们看一下 有点多了 你就容易看花了 有些什么事件呢 看见没有 Zor close的时候在监听 就算当它关闭的时候 它的一个事件 当它打开的时候 一个事件 当它在滑动的时候 在它滚动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事件 下面都差不多的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 有一个close的 有一个打开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要在每次点了之后 把它完成了这个工作之后 我要让这个图标改变掉 对不对 我们要切换吧 一个是向上的键 一个向下的键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介入这一世界 对吧 还有一个问题 就我现在把它切下来的时候 这是不是很丑啊 这个怎么办 对啊 这个射到哪 是不是就射到这个空间外面就行了 就它原本的这样一个面貌 对不对 比方说我们 现在有点丑 跑哪去了 真是不方便 我猜的啊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设在它外面 或者我直接给它设置背景 无外乎就是这样两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 你觉得应该是哪一种方式呢 我两种方式我都射一下吧 我两种方式我都射一下吧 32 现在我用个3 这和3 是长什么样 2长这个样子 3长这个样子 把我们按钮也给遮住了 所以一个2不能这样射 再来 哦 原来果然我们还挺能猜的 所以无外乎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对不对 所以当然由于它的这个 我们它好像被拉升了 它还是会自动拉升 当然我们在background里头 除了指定这些内容 是你想象没有 background里面 我们如果去指定一个layout呢 用复杂的部件文件 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啊 对不对 所以是非常灵活的 closed的 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了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这个关上了 它就closed了 而且注意一点 它什么时候触发的 是当它滑动这个动画 完成的时候才触发的 滑动完成了 才叫closed 好 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怎么去更改这些图片 是不是也会了 OK 漂亮 下次你就可以考虑 用这样的一个组件 去完成想要做的一些设计了 那么这个空间 我们也学会了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跟大家 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的tablehost tablehost 我们来研究一下 那么tablehost 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table的这个空间 它这个效果 其实很明显 我们到处都会用得到 看网站上的演示吧 这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常常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风格 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 包括我们pc上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风格 把不同的内容给它去分开来 对不对 那在这里它就会说到 我们如果要用到它的话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会用到tablehost和tablewidget 什么是tablehost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整个一块就叫个typehost 要把它们套起来 什么是type widget 你不要认为是这一块 很多人很容易混淆说 是不是每个这里面的这个内容 就是type widget 不是 type widget是什么 type widget是这一块 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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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 那么 那么 那么它们的一个类的继承关系 我们看一下 frame layout 这个是另外一个frame layout 所以也很容易去理解了 为什么我说它是type of widget 它是linear layout 从左往右排的 为什么它是一个呢 它是一个frame layout 这里它会说 这里它会说 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 在UI里面去加载一些内容 它这里会说到 那么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一种方式是我们 每一块是去动态的去切换一些view 对不对 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 我们每一块都是切换不同的activity 这样子我们不是更好 其实用动态切换activity 我们会用的更多一点 包括以前 还有人问过 上帝 我现在有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 我怎么样让它 去切换不同的activity 上面内容是一样的 下面切换不同的activity 它这个时候就来了 这个时候就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样一个实现 这个的话 不管它 selector 它这里会说到 它提到 我们要每一个都要有两个图标 一个是还没有被点中的时候 另外一个是被点中的时候 对不对 而且它在这也有一个详细的设计 我们图标的这个概念 这不是我们要讲解的内容 我们就把它略过 就是当它被选中了过后 实现图片的一个切换 用selector来进行切换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 就大家自己下来熟悉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布局文件 用了一个tablehost 在属性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属性 没有用到 对不对 然后呢 在里面放了一个laner layout laner layout 里面放了一个table widget 这放了一个table widget 然后再在下面放了一个 我们的frame layout 说白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刚开始放了一个tablehost 然后放了个laner layout 把它隔成两块 然后再把这儿放一个什么 table widget 再在这个下面放了一个type of frame layout 就这样一个结构 它就用了laner layout 那么这里有一个type activity 那我们猜都能猜到 这个type activity里面 是不是就给我们集成了 我们的那两个的这种布局了 对不对 那么它的具体布局 实际上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结构 那么它的实现方式是怎么来弄的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最重要的地方 在这里 type host去new一个type spec 就是new一个type的每一块 这个就是每一块了 去设置它的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用了一个internet 用到internet我们就知道 是不是可以去启动一个新的lqb OK 那么除了这些内容之外 我们看 把这个每一块的这个对象设置好了之后 我把它添加上去 这个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通过这个state current table 这个事件 我来指定当前哪一个被选中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 那好 我们理解了 理解了就好做了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半理解了 因为内容太多了 没事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边猜边做 没有关系 反正不要忘了 它也是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一些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都有很多公用的方法 公用的这些事件 我们都猜都能猜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在这里去建一个type 我们猜都能猜到 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个type host 和一个type region uncrete 跑过了 uncrete 怎么没找到uncreate呢 在这里面我们都知道 它有一个gettypehost这样一个方法 得到我们当前这个界面上的typehost对象 typehost typehost我们就可以去new每一个新的type块 每一个新的type块 第一个比方就叫type1 我们当然知道它还有一些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写 然后我给它设置 直接在这上面去给它设置一些属性 对不对 set indicator我们知道 indicator其实就是一个标识的意思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type 我为了标识我们这个名字 我给它起名叫type11 我们后面好知道是什么呢 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的这个字 这个字它到底是用的我们哪一个 对不对 到底是用的它呢 还是用的它 事实上这个其实是个id 这个就是个text 这样子去理解 当然这个就用的它了 对不对 好 同理我再set一个content 这个content就有几种方式了 第一 第一 第一个方式是什么 这content里头有一个int类型的 我是不是猜 猜它是个什么呀 无非就两个嘛 一个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的这个sauce id 那不就是我们的view吗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要不然就是它的一个所以 猜都猜得到 距离是什么呢 大家自己去查 我们这里要用的intent this 去新启动一个activity 比方说我要启动的是刚才那个myzor activity 这是我们的type1 好 一个type就给它建立好了 建立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加上去 tab post1 这里我给它定一下 命个名 tab tab spec tab spec1 第2 add tab tab Ded tab 我们就换一个了 它下面加载的内容就用 my 用这个form 我们猜一下这种方式行不行了呢 行不行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 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 我把它定义上 行不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即便不行我们也可以去分析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分析的 当然如果你想更知道行不行 你是不是还可以去匹配一下这些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代码 你也可以去 图标还不简单吧 图标你自己在这去设就行了 我不设它的图标也无所谓啊 对啊 我设一个最简单的图标 你自己去设就行了 好成功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看一下效果 有点意思 我们再切换一下 这里面两个子元素就是两个activity 对不对 那么好 这个图标怎么去设呢 按照它的这个属性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这个type在构造的时候 每个type spec在构造的时候 它有多个构造方法 我们来查一下type spec 好 好